江夜中的四大不可知之地是怎么回事 江夜中有四大不可知之地 分别是一贯一寺一门二藏楼 这四处是人间最顶尖的存在 超越了世俗中的所有势力 此四处修行者注重修行 非必要情况一般不出事 他们与世间的联系 主要来源于门中的天下行走 那这四处不可知之地都有谁 他们又是如何产生的 对人间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四大不可知之地 一贯指的就是盗门之手贯 他开创于无数万年之前 甚至还要早于浩天 之手贯的第一任开创者是赌徒 也就是他替人类与浩天签订了世纪协议 之手贯无数万年来都隐藏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这个秘密就连夫子等人都不知道 那就是之手贯内七卷天书的作用 当天下太平时 之手贯就是浩天在人间的使者 而当浩天不再庇护人间 那之手贯贯主就会手握七卷天书 代替人类消灭浩天 七卷天书不仅是教导人类如何修行 同时还是第一任贯主 留给人类制衡浩天的武器 之手贯的世间代表是西灵神殿 他们主要观敌天下信仰浩天的信徒 所以每当西灵神殿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时 马上就会取之手贯 道门在江夜世界中极其重要 他们为人类的成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且其他三处不可知之地的创建者 均是因为知手贯 比如夫子曾在西灵做过图书管理员 后来入知手贯偷看七卷天书 从而创建书院 魔宗创建者早年是西灵第一任光明大神官 后来偷天书明字卷入荒原 从而开创明宗 佛门的佛陀在数千年前入知手贯阅读七卷天书 还对夜灵月线做过笔记 最后入西荒创建玄空寺 所以道门可以说是世间一切势力的发源地 大结局时 灌主手持七卷天书开天 想要夺取浩天神阁被杀 道门无数强者损失殆尽 当李漫漫驾牛过寒谷官时 于连为道门写下五千字的道德经 道门的传承得以延续 江夜中的四大不可知之地都是怎样的存在 疑似指的是玄空寺 他开创于数千年前 佛陀在观七卷天书后 在西荒之地开辟玄空寺 玄空寺是佛宗圣地 大唐玉帝黄阳大师就藏在此地修行 佛陀曾在笔记中预言了明王入世 将其称之为末法时代 为此他在涅槃前留下了无数法器 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佛祖棋盘 玄空寺表面上光鲜亮礼 实则藏无纳垢 满山都是私生子 而且假仁假义 七念就通过骗取大师兄的信任 利用佛祖遗物 揭开了桑桑是明王之女的秘密 导致宁却与桑桑被天下追杀 此外玄空寺下 更是奴役数百万奴奴 这些人世代居住于玄空寺下 佛陀则汲取这些人的信仰之力而强大 后来君墨带领奴奴起义 剿灭了玄空寺 佛祖棋盘也被浩天打入地心岩浆之内 玄空寺的世间代表 是烂科寺与越伦国 四大不可知之地 一门指的是魔宗山门 也是四大不可知之地中 最先被灭亡的存在 魔宗开创于千年左右 早在二十年前 魔宗山门就被小师叔 柯浩然丹人一剑给灭掉 不过魔宗山门虽然不在 但魔宗实力尚在 且较好的荣于世俗之中 比如魔宗最后一任宗主 二十三年禅 临悟拜师夫子 成为书院三师姐余连 魔宗圣女夏天 成为大唐皇帝李仲义的皇后 夏天的哥哥夏侯 成为大唐的大将军 后来魔宗圣女唐小唐 也成为书院弟子 魔宗自诞生之日起 就为道门佛宗所不容 他们纳天地元气入体 西陵认为他们的修行之法 背离浩天 因此历来都遭到世间的清剿 因此魔宗山门地点特别神秘 魔宗之人除了体制强横之外 他们更擅长阴谋不局 于连就曾表示 莫说连生在世 如果当初不是我入了书院 现在天下将有一半都是我明宗的 余连也是整个书院的智囊 后来更是亲率大军灭了西陵 魔宗山门的世间代表是荒人部落 江业中四大不可知之地 都是怎样的存在 二层楼指的就是 大唐书院后山二层楼 书院设于集市之中 是四大不可知之地 唯一一处设于可知之地 世间只有一个大唐 大唐只有一个书院 夫子是书院的院长 书院二层楼开创于数百年前 是四大不可知之地 创建最晚的 也是此四处势力最强的 因为夫子一人 就可以碾压世间一切修行者 此外还有曾经天下第一的小师叔 柯浩然 无惧境界的李漫漫 知命巅峰的军墨 天魔镜的鱼莲等等 书院是既入世 亦出世的存在 江业开头就说过 世间的悲喜从不相通 一旦相通便是圣贤 书院出圣贤 夫子是圣人 书院虽是唐国的书院 但书院招生却没有国别之分 唐人南晋 北燕月伦 宋等各国人 都可以来书院读书学习 书院教学有教无类 涵盖天文地理 风俗人情 军事政治等五花八门 凡是书院弟子 都可以上旧书楼阅读 旧书楼是藏有天下书 一层所藏 人人可读 二层所藏 为修行者书籍 非有修行潜力 不可强行阅读 旧书楼与书院后山 隐隐相通 故登二层楼 意味着可以入后山 进入真正的书院 夫子设立书院的最初目的 是寻找有才能的人 一起跟他破解 浩天世界的秘密 后来逐渐成为 发现人才 培养人才的摇篮 与盗门理念不同的是 书院的院长夫子 强调自由 奋发图强 讲究人间的事 应该由人类自己决定 而不是活在规则之下 书院的世间代表 自然是大唐 大唐也是这个世界上 普通人最有尊严的国度 诗人都说 夫子有几层楼那么高 但事实上 夫子跟天一样高